中共牆壁連連被斬 《烈狐行動》第一案今天開審 謝鋒問候信說說好中國故事 劉學生說即是不要說真實的中國 阿拉斯加發現疑似中國間諜冒充遊客 外國發現中共準備在新疆地殼轉動1萬米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國際要問我是王曉祥》 近來美國對中共間諜的打擊空前嚴厲 顯示出美國對中共危害的認識 和意欲打擊的決心 據《大紀元》報導 司法部起訴9名中共代理人 被迫在美國進行獵狐行動 協助中共特工騷擾和監視 住在美國的中國居民 被脅迫他們回中國接受刑事指控 經過兩年多的準備 該案今天星期三 在紐約東區聯邦法庭正式開審 今天開庭的被告是 33歲的皇后區居民金鴻如 41歲的加州居民榮正 67歲的法拉城居民朱勇 昨天出庭的三名被告分別是 私家偵探前紐約市警局警官馬克馬雄 67歲的法拉城居民朱勇 和27歲的布魯倫居民鄭聰穎 他們被指控在美國境內進行國際跟蹤 並充當無證中國特工 罪名是未註冊中共代理人 其餘被告仍然在逃 另外據《大紀元》報導 紐約上週62歲的男子肯尼斯·波拉達 因涉嫌多次騷擾神韻農泉校區的工作人員而被捕 上週農泉校區是神韻藝術團 以及兩所私立藝術學校所在地 據一名受害人介紹 波拉達在上星期四5月25日 在農泉校區以及幾名農泉校區員工住家的車道上 故意撒鐵釘刺破車輪輪胎 陸院鎮警察局長李查德·斯廷多 向《大紀元時報》證實 波拉達面臨刑事篡改 即指意圖造成傷害、侵擾 不便或損害服務的篡改行為 刑事破壞罪和行為不檢等指控 近期美國對中共間諜的打擊似乎越來越頻繁 據法廣4月17日報導 美國紐約檢察局拘捕兩名男子盧健旺 陳金平涉嫌運作中國海外警察局 他們面臨密謀充當中國代理人和妨礙司法的指控 這件事在喬舍引起軒然大波 盧健旺面對起訴 承認和負責法輪功事務的公安部610局的前局長有聯繫 610系統多次指使他干擾法輪功的活動 查法輪功人員的消息 在報紙上發表反法輪功的材料 每次活動都有報酬 他曾受到中共公安部的表彰 向他頒發了獎牌 5月4日 麻省聯邦地區法院起訴美國公民梁利堂 指控他在2018年至2022年間 向北京當局提供反中國政府異議人士的照片和訊息 組織針對親民主異議人士的反抗議活動 並向中國公安部提供潛在招募名單 梁利堂是美國波士頓地區 中國和平統一束帳會的共同會長 5月26日 中共特務陳軍和林峰被拘捕 根據紐約南區聯邦法庭的起訴書 林峰充當陳軍的馬仔 兩人在中共官員的指揮下想要板倒法輪功 他們今年5月試圖賄賂紐約上週產院的 一名國稅局人員 讓他幫忙誤告法輪功成員成立的一個實體 但是他們的計劃被FBI揭穿 其後被捕 這兩名中共特務 其中叫陳軍的南加州僑領 背景深厚相當驚人 曾駐有滄海橫流 臺灣的選擇 五星紅旗我為你驕傲 東京大轟炸等書 甚至曾經得到胡錦濤和習近平的接見 這兩人將會面臨最多50年刑期 漢中國4月21日曾經刊文說 福建同鄉會主席盧健旺 紐約長樂工會秘書長陳金平被捕時 中共發言人汪文斌在禮行記者會上否認 並指責美國惡意關聯 根本不存在海外警察站 評論說很顯然 中共準備要拋棄盧健旺和陳金平了 要卸磨殺盧殺出補稅 漢中國並舉例說 1985年11月22日被捕的中共間諜金毛苔 在獄中求中共能與美國談判 換自己回到中國 但時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李兆星否認 並說金毛苔事件是美國反華勢力偏造出來的 金毛苔徹底絕望 在獄中用塑膠袋蒙著頭部後窒息自殺 5月15日 中國蘇州中級人民法院宣布 擁有香港與美國雙重公民身份的 78歲男子梁誠運 被以間諜罪判處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以沒收過人財產人民幣50萬元 該法院說 梁誠運一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早在2021年4月15日 已經被當局採取強制措施 梁誠運是美國德州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六四民運人士周峰所 在盧健旺和陳金平被捕時表示 這兩個被捕是一個開始 對很多做過類似事情的人是一個警告 天網恢恢 不是時候未到你就可以猖狂 時評日黃友群發文表示 陳君臨封的被拘捕和起訴 再次向海外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敲響警鐘 視惡有報的天理在製約著一切 無論國內還是國外 執迷不誤堅持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 這樣的惡人最終沒有一個會有好下場 中共新任駐美國大使謝峰 5月23日到達美國里申 到美之後不久 謝峰大使發出兩封問候信 分別是謝峰大使致在美中國留學生的問候信 和駐美國大使謝峰致全美僑胞的問候信 謝峰大使的公開信中 特別提到了希望留學生說好中國故事 向身邊的美國朋友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 但美國之音採訪的留學生都認為 絕大多數留學生並不會花很多時間 在說好中國故事上 祝兒很直接地表示 說好中國故事就是不能說出真實的中國 他認為很多留學生對中國的了解 也局限在中國官方媒體的表述 所以對於一些敏感事件 例如新疆集中營其實並無了解 周宇就認為這些期盼只是外交辭令 他表示我不覺得中國政府 真是指望留學生在這方面能派上用場 在致中國留學生的信中 謝峰大使引用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對於青年一代的期望 這與習近平去年在慶祝中共共青團 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一致 信中要求留學生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和留學佈國傳統 但謝峰的就任和這封信 在中國留學生群體中卻沒有引起多少回應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的留學生 周宜告訴記者 這公開信本身沒有多少人當一回事 在留學生群體中非常愛國的人其實是很少的 堅持追蹤中國政府的官方聚視的人也很少的 組織過社會運動的前留學生周宇 就認為留學生群體對政治關心的比較少 即使有所關心的也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工作簽證等議題 周宇認為中共政府在留學生裡進行 意識形態的宣傳肯定存在 但他本人沒有感受也沒有接觸過 他告訴記者 我聽說過某些留學生在反共或六四親力者 在學校演講辦藝術展時搗亂的 也有在告示欄或公告版上寫反獨立標語的 但具體是某些人自發組織 還是某些有政府背景的組織發起就不得而知了 周宇在加拿大留學時 曾經因為參與政治活動而被人威脅過 因此在讀到大使的公開信時 他認為有必要引起警惕 南森在美國公開表達反對 中國政府的留學生會受到威脅 周宇說當時威脅自己的人應該是喬令 他回憶對方是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 看上去不太會說英文 大家都在活動現場 他突然就過來拍我的照 他也在網上看到有喬令威脅 在美國抗議的中國人的影片 認為這種行為的性質非常惡劣 根據今日美國5月31日報道 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官兵多次發現 中共間諜以冒充遊客的方式 試圖進入敏感地區的軍事設施 當地駐守士兵表示 在一次突發事件中 一輛載有中國公民的車輛 在溫萊特寶的安全檢查站沖卡移過 車輛最終被攔下 搜查人員在車內發現了一架無人機 而被攔置的中國人聲稱他們是迷路的遊客 一些當地官員表示 外國遊客的無意錯誤也許會導致這些問題 某些遊客打算在阿拉斯加觀看北極光和其他景點 然後他們不幸迷路 然而有不少當地的軍方人士透露 很多涉及所謂中國遊客的案件動機確實是間諜行為 一名陸軍軍官說 並非所有在阿拉斯加自稱遊客的人都是遊客 相反他們實際上是外國間諜 有關事件的信息大部分送於機密 因此不會對外公開 然而近期的美國軍事簡報和公開信息 指明了中共政府對阿拉斯加感興趣的原因 五角大樓將一些最先進的軍事能力 和高端軍事演習計劃安排在阿拉斯加 這樣令中共忌憚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評論說 軍方正在採取一系列措施 確保阿拉斯加基地的安全 但他沒有給出具體細節 今天美國指出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司法部 能夠從軍方接管涉嫌間諜的案件 然後進行盤察 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經常對中共政府支持的間諜活動發出警告 他表示FBI平均每隔12小時 就會對中共資助的間諜活動展開一次新調查 三十一號綜合彭博社等傳媒報導 中共政府宣布在新疆地殼當中 進行有史以來最深的轉孔嵌測 中共喉舌傳媒《新華社》報導說 進入地下的狹窄樹井 將會穿透十多個大陸地層或岩石層 該系統的岩石可以追溯到大約1.45億年前 當局表示這是為了對地球內部進行更大範圍的探測嵌測活動 目前地球上最深的人造孔 仍然是前蘇聯進行的科拉超心轉孔計劃 經過20年的轉探 該孔洞在1989年達到了超過1.2萬米的深度 出於某些問題 該計劃停止了作業 早在2021年 中共黨魁習近平就在黨內與科學界的談話中 呼籲展開地球深步探測 中共官方宣稱 這類工作可以識別擴產和能源資源 並有助於評估地震和火山爆發等環境災難的風險 國際社會擔憂 在地殼進行超深度轉孔的做法 將會導致當地的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造成地殼出現預期之外的衝擊 可能會影響生態環境 引發自然災害 並造成不可與之的危險局面 今天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請留言、點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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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留言、點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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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